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Horsover 黑超哥的頻道 有我叫你 黑超Matthew 格仔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採訪一下黑超哥 採訪又不見了 最近我知道你和何律師、華基和戴衛sir 去了一個新聞發佈會 究竟是甚麼來的 其實最近疫情第三波一直都好像控制不到 對嗎 何律師在這裡說 問題是在於你沒有作全民的檢測 找不到隱形患者 所以現在他們提議 認識一下 其實我們香港是整個大中華地最嚴重的疫爆 現在最嚴重是香港 包括台灣、澳門、內地 第一就是香港佔七成幾八成 現有確診案 七成幾八成 還有本尼確案 對嗎 現有確診來說 這一刻香港佔七成幾八成 排第二的新疆 除了香港和新疆之外 其他地方都沒有甚麼事 所以其實現在內地 我們的醫療團隊的capacity 很空閒 就可以來幫忙 對,當然要來幫忙 我們才有七百多萬人 他們做的測試劑 盧寵米医生說的 成本人民幣一個 然後每天可以做五十萬個檢測 我們現在都七百多萬人 十幾天就好了 對,十二天左右 其實現在何君堯說的是甚麼 我們做這個全民檢測 配合禁足令 即是你做了這個檢測 你就十四人不能出街 直到你的核酸沒有問題 陰性了 你就拿到健康碼 你就可以出街 長空不如軟空 這樣一夜停擺 大家十四天後 便會回復正常 或者給觀眾理解一下 其實現有我們現在香港 在做甚麼措施 你說這個理屬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 所謂限聚令 夜晚金堂 那個叫做社交距離措施 那是杜絕一些甚麼呢 就是杜絕一些隱形病患者 去接觸到普通市民 而不是去找隱形病患者 指標不自滿 沒錯 即是沒有成效 結果政府現在有了我們內地的專裁幫手 就打算做一個全民檢測 但似乎又好像又不是那回事 因為是自願性質 對,自願性 即是又是找不到隱藏病患者 所以何律師和你們的團隊 他講一個就是 全民強制性檢測 跟著禁足令 禁足令是否就是說 如果那些人未做檢測的話 就需要留在家裡 其實做了檢測 你十四天隔離 你都不能外出 OK 即是再同保障 因為你其實做了檢測 你現在前陸期很久 你第一天做檢測 可以是陰性 但十四天做 無端就變成陽性就可以了 所以就 對,這十四天你都要隔離 OK 跟著之後 當播了這十四天之後 就會出這個健康碼 健康碼又是怎樣的 健康碼可以是一個QR Code形式 即是如果餐廳商沒有配合的話 你有這個健康碼給你 他做了陰性的 你就讓他進去消費 對不對 再加上如果說大一點 我們整個粵港沒有大灣區 如果內地廣東省的政館 要相信我們這裡的藝黨的話 通關也有望 香港的經濟又可以繼續啟動 對 絕對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 最大的問號 都是這個 強制性與否 因為現在適逢我們國家 中國 中美貿易戰 科技戰 現在的冷戰 大家一拳一腳 放在外面 如果我們這樣強制性 去做這件事 會不會又讓它有藉口 去製造謀論 去制裁我們香港 去做很多 一些卑鄙無恥下三樓手段的事 又找位置入我們 再加上我們 其實本土很多這些 黃絲黑暴 又找很多藉口 又說DNA會送回內地 又說內地的檢疫人員 專業資格 又說語言問題 嘗試去停擺我們香港的經濟 和市民的健康 剛剛艾力這樣說完 就更加可以肯定 強制性是必要的 因為你們說得對 現在是攬炒 有個攬炒文化 這群會想攬炒香港的人 究竟他病會不會去看醫生 他可能未必看醫生 他可能病了我也不去看醫生 因為我要攬炒香港 對不對 還有些黃醫護 他們說做全民警察沒問題 私家做 要賺三千元給他們做 剛才你也說過 勞寵某醫生親口說 現在內地做一個 核酸檢測的成本 只需要十五元人民幣 十五元人民幣 和三千元 差很遠 那個檢測劑 但可能連整個步驟 需要百多元人民幣 但其實 都沒有 再加上 現在我們受疫情 政府的財政儲備 由一萬一千億 減到現在剩下八千億 已經花了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現在推出 這個自願性檢測 其實成效大家都看得出 不是很大 賭錢 其實勞民商財 要做 其實我們政府 絕對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只不過 他們夠不夠膽去承擔這些 即是去盡點 夠不夠決心 還有那些不敢做的檢測 又或送DNA回去的人 最好 困他十四天強制 他不做 搞到他做為止 這樣要推出一些強力的手段 即是強制禁足了 現在是非常時期 怎麼還可以讓你選擇 對嗎 你還會惹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病 而且在疫症面前 哪有說過 又要人權又要食 你看看美國這麼多人權 它是否有五百多萬宗的確診個案 食了十多萬人 美國是第一的 一直都是第一的 第二就是巴西 第三就是印度 即是他們不斷鼓吹民主 所以那些人是意願地去患病 其實很清晰的 民主制度和社會制度 今次的疫情 一見高陷 就看到我們的防疫措施 即是我們內地的防疫措施 是做得不錯 相比起那些所謂的民主國家 那麼 何律師團隊 加上黑超哥 現在沒有何律師團隊 現在結束了立法會 不選 你已經沒有這個定義 沒有這個定義 那你們 現在我們是戰狼中隊 戰狼中隊 確實戰狼中隊他們的提議 是真是很有錢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地 走為訪問 因為我們看這條片 覺得這個計劃不錯 真的不錯 所以就特地找黑超哥 問詳細一點 其實何君堯 他所有說話都很有前瞻性 例如二十三條立法 說完之後 本來只有他一個人 對 當時沒有人說 對 也是正常說的 然後突然把國安放出來 然後說 推遲立法會選舉 他又中了 對 我覺得 我有幸跟他共事過 也是一個名幸 還有他有膽出來 撥亂反正 對 你說的 其實我們的認識 是跟他有些淵源 適於微時也算 對 我們之前 其實一早就認識 在澳洲的時候 一早就認識 但是 當時 沒有這麼繁政治化 對 社會氣氛也不是這樣 自從2014年佔中之後 香港多了人留意政治 我們也看不過眼 為什麼他們可以呢 黃絲黑暴當時 已經有少少承認 走出來又佔領道路 又罔顧民心 不過那時候 他還未開始亂打 還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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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大死而不離開 然後 自從那件事之後 我們就討論過 我覺得 現在社會這樣的氣氛 很敗壞 很敗壞 這樣的氣氛 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當時 還未有youtube 對 有youtube 有我們還未玩 我們還未玩 我們還未玩 還未有這麼輕華 做youtuber 我們還是先做義工 黑超哥 黑超哥 做了義工團 帶我們去做義工 先 不要帶大家一起幫忙 並肩作戰 總之我們幾個 已經在了幾年 剛才冤員到五六年前 那時候一起在 黃埔各界的義工團 黃埔各界的義工團 就是這個班底 所以很棒 到現在 今時今日 他們這個新潮運動很厲害 那時候我們已經 剛剛成立義工團 已經幫何律師 站個街站了 有 16年的立法會選舉 撥亂反正 撥隔球邊 我也欣賞這句 那時候 他那個田兼勝 就是知道 要做手勢 撥亂反正 撥隔球邊 然後 他負視到 未來的四年 其實就是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 他的口號 其實適用於今次今日 更加適用 的而且確對 所以 即是 說回 這個淵源 沒有什麼人知 對 有什麼人知 所以今天 特地要說 我們也是 新潮民開台的時候 黑超哥 我們也要多謝 黑超哥 因為 黑超哥就是 我們開台的時候 的第一個嘉賓 也是第一個 引流量 給我們的嘉賓 所以 我們有今時今日 也要多謝 黑超哥 黑超哥仍然和我們並肩作戰 喂 經常都這樣說 無論那時候華記 和我們搞男人幫好 還是 李梓敬和我們做KOL一巴 一起做召集 也是說 希望多些年輕人 特別是年輕人 走出來 表達自己愛國的情懷 淘化自己身邊的年輕人 這些是我們的 冒亡初心 農記使命 對不對 絕對正確 所以 未來我們 可能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COTS OVER 一定要聊 一些時事論證 現在又不太需要選舉 開始有空給你 聽說黑超哥現在也有自己的義工隊 有 可不可以透露他做些什麼 你現在不要說什麼 現在是全民抗疫一起Stay Home 沒有什麼可以做 對 已經是最大的幫手 對 接下來還是推翻禁足令 希望政府真的會聽聽 其實10月1號通關 是要跟何君堯這個做法 就有機會上達到 難得我們香港依然背靠祖國 依然有祖國安寿 頂尖醫療團隊來 有測試劑去幫我們 人家西江路街上測都不能測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不做一個強制性全民檢測 我們雖然香港以前被殖民化 是這個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制度 你這個全民檢測 某程度上是社會制度的東西 因為社會制度就是 整件事大前提 因為我們要找個根源出來 整個社會為之一體去看 就不跟民主制度個人主義 我自己覺得是 我有病我的事 我不看 你管得我 其實民主制度有少少 是阻礙了一些政策的推行 我自己覺得 絕對是 因為大家這麼多反對的聲音 但如果我們現在看回 中國正在走的新時代 中國特色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一個制度 一個政策下來 我們所有人都跟著走 其實大家團結很多 城市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對 不用整天好像他們的政客 歐美政客 你罵我我罵你 拜登又插特朗普 特朗普又不奮插 我插他兩下 其實反對派 沒有什麼攻擊 我們這個 中國新時代的社會主義 他們唯一攻擊就是 你習近平可以做皇帝 即是孫穩無裂 永續這個國家主席 英女王也做了這麼久 你不去反對 你只是找事來說 他找事來說之外 也可以看到 他們提出這個論點 他們根本上不理解 他們看的是短線 對不對 你所有政策 現在我們中國說的 一帶一路 人民共和國際化 如果一個習近平 全力用國家傾國之力 在做這件事 希望可以推翻美元霸權 推翻西方列強對我們欺負的情況下 如果做了十多二十年 突然轉了主席 去不走這套 那我們的事情 就全部都會扔在盤水海 對不對 你接棒也需要時間 對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無知 以及愚昧 還有他們看不到一件事 民主制度 你看一下每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你要使用的費用是多大 選舉經驗 過分相財 時間性又長 還要做完特朗普 最慘就是這樣 如果你節省時間 節省金錢 你留下來做些對民生好的事 其實是否更加值得呢 這個話題 我們可以下次再探討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 謝謝 多謝黑超哥 多謝黑超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